这像泽伦斯基说的一样 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地面留下 炮击后的巨大坑洞 因为这里才遭到俄罗斯军队 对突袭也造成至少5死11人受伤 哈尔科夫的另一头烈焰也冒出刺眼的火光 不断窜出黑色的浓烟 而当地煤气工厂周末受到轰炸之后 到现在火势还是难以忽灭 另外根据乌克兰官方指控 俄罗斯在周二一的夜间加强了攻势 一天之内就有15位平民丧命 还有16人受伤 恐怕是俄罗斯不满乌克兰 可能会成为欧盟候选国展开的另一轮攻势 不过在临近的卢干斯克州州长就表示 虽然面临炮火攻击 但是乌克兰守军还是坚守阵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